浙江永家县委县政府配合北京有关方面的治理措施 最近在永家乌牛镇创建了占地数十公顷的皮肤加工基地 使原来在北京大鸿门地区经商打工的一万两千多名永家人几乎全部返乡工作 今天的法治日报以故土铸金窝引得凤凰潮对此做了报道 京九铁路将于9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 目前沿线铁路职工正在奋力进行最后的冲刺 今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一组来自北京 郑州 南昌等各铁路局和建设单位 为京九全线通车做好最后准备的报道 据解放军报消息 我军的军事审判方式将进行重大改革 以适应经过补充和修改的刑事诉讼法 全军和武警部队的各级军事法院的院庭长从昨天开始在北京接受培训 好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天新闻 北京时间今天17点16分 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长征二号丙改进行运载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再次以一键双星的方式将两颗一星送入预定轨道 此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51次飞行 长征二号丙改进行运载火箭共三级 全长约40米 直径3.3米 起飞质量为213吨 是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按照美国摩托罗拉公司一星任务要求而专门研制的 该型号火箭投入使用以来 共进行了四次发射军货成功 并分别在去年12月和今年3月 成功地将四颗组网一星送入预定轨道 表明我国低轨道卫星发射技术日趋成熟 火箭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及国外有关测控站传来的数据表明 火箭飞行约11分钟 火箭第二级与卫星分配器按预定程序分离成功 另据了解 今年下半年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将开始进行一星系统的补网卫星发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今天在北京隆重举行 来自牛津斯坦福东京大学等60多所海外著名大学的校长 以及20多所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集集一堂 共同探讨21世纪人类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由深圳市北京大学校友会组织的深圳至北京校庆专列 于4月30号9点从深圳发车 沿途经过广东 湖南 湖北 河南 河北等地 共有700多名北大校友乘坐这趟校庆专列 其中包括来自香港 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北大校友 他们在北京西站受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应该说在四季之交 我们能够参加这样一次百年的校庆 确实是对我们非常荣幸的 我想对于每一个从北大毕业的学生能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三峡工程的主要控制性目标之一的临时船长 于昨天实现通航之后 三峡工程已经全面进入了第二施工阶段 今后要在物资供给 设备配套等方面 为明后两年的施工高峰做好准备 据介绍 与山吃辣角新机场的对开海面发生撞船意外 意外发生以后 香港特区海事处 水警和消防处的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 用救援船只和直升飞机将全部乘客和船员救起 截至今晚19点 已经有117人受伤 这只喷射船上载有236名乘客 8名船员 据初步判断 这只喷射船撞到了水下的不明物体 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 昨天傍晚 安徽省黄山风景区遭到了雷雨袭击 黄山所到被迫终止运行 两个小时之后 近千名滞留在黄山所到的中外游客安全地撤到了山下 在游客高峰期 黄山突然出现恶劣天气 这在黄山风景区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黄山景区管理部门调集黄山景区公安工商等部门人员 冒雨来到黄山云国所到白俄岭站 紧急疏散游客 他们将部分游客安置到了附近的饭店和旅馆 游客们对因安全问题停开所到表示理解 当晚8点黄山雷雨停了 黄山所到重新开动 两个小时后 全部滞留的游客被安全运送到山下 据了解 今年517年 就业维权咨询电话 这是福州市总工会在五一节之际 献给福州市下岗职工的一份特殊礼物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就业围权食堂小诊所 治安巡逻等社区服务网络发展的颇为完善 目前有服务项目24个 安排下岗职工42名 这个局委会的做法 目前已经在福州市全面推广 这是福建台报道的 中国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考队 结束了对世界上第一大峡谷顶端和入口的春季浴茶 于昨天下午平安返回北京 有关方面在北京南院机场举行了仪式 欢迎凯旋的19名科考队员 从我们队员们经过20多天的艰苦的劳动 下降到6.4% 好 接下来请看一组体育简讯 本台消息 CCTV被中国乒乓球擂台 对合作者 mixed 일uins